今天很高興,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保羅邀請我說, 張靈契請問一個題目是愛,她叫我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題目呢,本來我是很容易去講的,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有兩對講者, 就是沈先生沈太太,梁先生沈太太,為什麼會有點壓力呢? 因為他們兩對都已經結婚,過了結婚,就是五十年, 就在他們這兩對這麼恩愛的夫婦面前,說這個愛的題目,難免有一點點的小壓力。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就真正感受到這個愛,因為他們來,就是愛我們,就是支持。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他們在我們中間,相信大家對愛這個字一點都不陌生,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認真的去想一個,愛這個字的意思。 在我們法理記裡面,愛是中間有個心的,在簡體裡面,我們去掉那個心。 但是,希望大家記得,我們愛還是要有心的,才能去愛。 什麼是愛呢?因為今天是分享,不是講的,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什麼是愛? 隨便,隨便給我回應一下。 很久忍耐,很好。還有呢? 其實愛呢,如果我們要說23天3夜都說不完,我聽見人家說,我很愛他,我不吃也給他吃。 我之前都嫌了嘛,我也比他滿,認識不是愛? 是啊,當然是,我也覺得是。 但是我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有一個孩子,他的家庭不錯,爸爸媽媽跟他,就是三個人,就是一直都很和諧的那個家庭。 這個孩子慢慢長大的時候,大概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觀察父親跟母親。 他看見父親有空的時候,都是坐在電視區前面。 我知道在座很多男,男生都喜歡坐在練習的場旁邊。 他就看電視一個人,很自我。 他的媽媽呢,就常常就是忙於做教務。 就打掃啊,做飯啊,你們說的搞衛生。 他就把家裡面弄得一層不爛。 但是好像也不開心。 孩子看見他有時候在哭泣。 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爸爸媽媽都很相愛,都很愛這個家庭。 為什麼好像兩個人都不快樂呢? 爸爸好像很孤獨。 媽媽,她也很孤獨。 我知道在座,我們有一些朋友都聽過五個愛的語言,是嗎? 是這個蓋瑞場門,這個Gary Chapman。 他是1998年寫了一本書。 他當中聽到五個愛的語言。 他說每一個人,他接受愛的方法都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我們叫黃金曲線。 就是黑板。 克里是第一位。 我以前不知道他黑板是那麼重要的。 我以為是做飯啊,弄乾淨的地方啊。 他就很開心。 原來後來知道,我跟他一起看電影。 在家裡看電視。 他真的很開心啊。 所以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不用那麼長長去做家務啦。 原來他不介意,像裡面弄一點。 髒一點。 他還有一句名句,我很喜歡的。 他說,家裡弄一點才降下。 第一個是疲慢。 第二個是肯定的言語。 就是贈賞。 剛才說的那個太太,就是他很起腦工作。 其實他就很渴望,丈夫給他一句贈賞。 第三就是服務的行動。 比如,幫忙對方。 不是對方。 我想很多女的不覺得我們在家裡面, 我們這個崗位很重要。 我們要做菜。 我們要把家裡弄得緊緊有條件。 第四就是身體的接觸。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愛的語言。 我告訴天理。 如果我很生氣的時候, 你不需要說什麼安慰我。 你就要拍拍我的肩膀。 或者你表示明白。 我就很感受到那個愛支持。 就是Joycey Shaw啊。 可能你也是。 不是。 可能是誰。 還有第四,第五個。 就是一些精心的小禮物。 就是你在他,不是生日啊。 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的時候, 你給他送一點點的小禮物。 他很開心啊。 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故事。 我們可以看見那個丈夫其實她是要陪伴。 她也以為自己在家裡就是一種愛的表現。 她陪伴這家人。 她陪伴她的太太。 她不出去。 但是原來她的太太沒有感受到。 因為她很想知道丈夫欣賞她的工作。 其實我們每個人可能都很愛一個人。 但是我們可能不知道對方的需要。 我跟天理都是上了一些課程之後。 我們知道原來有這樣的一個區分。 然後天理知道我就是其中一個地位。 就是要言語的肯定。 要溫柔的肯定。 所以呢,她後來做了很好的改進。 有一次我在廚房清潔的時候。 她說,我用廣東話說一遍。 她說,哇,那麼乾淨。 蟑螂也滑掌。 我覺得她很幽默。 但是也是覺得她用心地去改造。 我也開始用心地。 現在我跟她看了很多電視。 比以前看多了很多電視。 十多年前,我們曾經邀請一對夫婦。 從廣州過去香港參加一個課程。 所以我看見一對好朋友。 她們都很好的。 但是她們也不太快的。 我們有一次邀請她們去香港參加一個三天兩夜的夫婦課程。 有一個環節。 就是夫婦要面對面。 坐著對方的對面。 然後握著手。 望著對方的眼睛。 要讚賞對方。 我們都以參加者的身份去參加去陪伴她們。 我留意到她們沒說兩句。 每個人就湧在一起了。 很激動的。 後來玩了這個環節。 就是你自由分享的。 那個先生就說。 她一生哭了兩次。 第一次是她媽媽過世。 第二次就是剛剛。 因為她的胎膏從來沒有斬過她。 就是剛才這個環節。 她第一次聽到太太的唱唱。 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呢。 我們都明白。 有些人是很難開口去佔人的。 因為不習慣。 也因為我們的原生家庭。 其實小時候父母可能沒有佔。 老師可能沒有佔。 可以。 所以你也不懂得怎樣去佔。 但是呢。 有些人還需要我們肯定的。 有些小孩子可能你肯定她。 佔她。 就是建立她。 讓她一生都感應。 所以我們就是說要用對方愛的語言去愛對方。 比如說有一個人很口渴。 你會給她什麼? 水。 對。 但是你給她一個麵包。 比如說你們做菜很厲害啊。 哎呀我給你這個辣的。 真的最好吃。 我不吃了我給你吃。 但是她好口渴。 她需要的是水。 但是你就覺得。 為什麼你拒絕我。 我給你最好的。 是不是你不愛我。 所以呢。 我們今天第一個要說的。 就是我們愛人應該要以對方愛的方式去愛。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式。 第二呢。 就是愛是要付出的。 這個大家都不會否認。 先進孤家福音三章十一節裡面。 謝謝。 約翰。 約翰。 出來傳道的時候。 也叫到人。 我們有兩件衣場的。 要分給那沒有的。 有實物的。 也當這樣行。 在現今的社會。 這個一點都不難。 是嗎? 我們家裡面肯定不只兩件衣場。 我們的經濟能力。 肯定你給別人請一頓飯、兩頓飯。 一個月也沒有什麼看待的難處。 但是現今的人最難是什麼? 付出細節。 因為我們都很忙。 我們都有不同的角色。 我們在家裡面。 可能是爸爸媽媽。 也是人家的子女。 我們也有很多交友。 我們有朋友。 我們當朋友需要你的陪伴的時候。 可能你上班。 可能你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你不一定能夠把時間抽出來。 在以前香港我們教會。 有一次我聽見一個家講。 她說她的女兒常常被學校投訴。 她上課的時候又做不定。 她打算要帶這個女兒去看心理醫生。 因為她真的太防止了。 那個時候我看她的女兒大概是九歲左右。 我就跟她說。 其實我覺得她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如果你現在就帶她去看心理醫生。 她也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缺憾。 有問題的小孩。 所以我就跟她說。 要不要我每個星期找一天去你的家。 就她找她挖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小女孩她就是很活潑。 她很想有人跟她挖。 她是父母親。 因為她們是太變了。 所以就很早出去。 很晚回來。 就這樣我每個星期整天。 她放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家也是幾個地鐵站不遠。 我就去看她。 其實我發覺這個小女孩她很聰明。 她的我先幫她看一下功課。 因為她媽媽說。 你去也看她一下功課。 我發覺這個小女孩的長期不錯。 就是數學有一點點。 需要人的輔導。 所以我通常看一看她的功課。 只是十分鐘已經搞定。 然後就跟她。 就是輕鬆的。 她愛。 跟那個。 她是很無聊嘛。 兩個。 兩個。 那個。 木偶。 Soft talk。 就自己可以跟自己談話。 有一幫小朋友的。 她是很誤讀的。 所以我就跟她。 戒指啊。 就是。 說故事啊。 還有重要的。 就是跟她。 讀。 一些經句。 聖經裡面的經句。 我記得我花了大概兩三個月。 去跟她。 讀。 加拉大書。 五將。 二十二十。 那個是有幫姓林活子的九個方面。 就是。 仁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心事。 溫柔。 和節制。 為什麼我要叫她幾本經文呢? 因為我想她要學懂節制。 因為她在學校常常跟同學。 上課的時候談話。 然後她又做。 就不靜下來了。 所以。 其實我感受到。 她是。 在家裡面好像被父母親孤熱了。 在外面她想。 人家注意她。 你不要孤熱我。 我在做一些動作。 來引起你的關注。 所以我就希望這個小女孩。 她。 學懂這個經文。 有節制。 我告訴她。 節制是最難的。 對我們大人。 對我也是最難的。 我有些東西。 我知道了。 但是我也是很難去控制自己。 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 我跟她一起努力。 那有一次我去了她的家的時候。 她的友人。 開門的時候。 我看見她的媽媽在。 我就說。 為什麼你在家? 她就。 很憤怒。 她說。 她又在學校給老師投訴。 她的測驗也很低分。 她說了很多。 很生氣的話。 我就打動了她。 我說她在哪裡。 她說。 在房間。 我說你先不要說。 因為她聽到你說的話。 我就說。 我先去見見她。 然後我進到她的房間。 我問你媽媽為什麼。 這麼早在家。 她說。 媽媽每次有討喜的券發。 她就會提前回來。 在家等她。 哇天啊。 我覺得這個壓力真的太大。 我們。 我們。 香港。 說的話就是一個。 怪獸家長。 那個。 怪獸家長。 怪獸家長。 不知道你們。 是不是這樣。 就是。 有一些家長。 只是。 專注於。 小孩子的。 功課。 她的強制。 然後我問她。 是不是很避憤。 她說。 八十幾。 八十幾。 一點都會。 不必啦。 原來媽媽是有種。 她。 九十多。 一定要九十分比想。 我就覺得這個小女孩。 其實不是她有問題。 是她的媽媽。 所以呢。 我久不久就聽到她們的地方。 有時候是她媽媽打來。 就。 屁口就罵。 說。 等一下。 也收過她的女孩打電話來。 你一直在哭。 哭了幾分鐘。 再抽吸。 不能說話。 我覺得。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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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就是很需要有時間的人去關心她們的理想。 其實有時候看她的時候我也想。 唉。 我來看。 其實我自己也有個女兒。 但是我那個時候女兒已經中學了。 就不用我太多的時間陪伴她。 但是我只覺得。 如果每一個人。 你願意去付出一點時間。 實時你可以改變。 很多家庭。 所以以後有時間我就跟她媽媽談談。 但是還好她的爸爸是比較正常的。 所以呢。 是一個平行。 後來大概三年前這個家庭移去了。 去多倫多。 她們。 她的女兒常常想要過來看我。 我們。 但是呢。 因為COVID。 她們也沒來到。 但是今年夏天她們來了。 我很高興。 這個小女孩已經。 今年進大學。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 我剛剛到來這裡。 這個小女孩也開始。 懂得用這個智能電話。 我跟她說。 我們用智能電話。 可以用WhatsApp。 保持聯繫。 有一天她問我的弟子。 我告訴她之後。 她。 是5月份。 她說我給你寄了點東西。 我說好啊。 但是整個6月。 5月6月我也沒收到。 我以為是自己失掉了。 但是突然在7月份。 我收到了。 是一個小孩子的。 信封。 啊。 有些扣出來的東西。 一粒粒的。 我打開。 就是一些橡皮。 叉膠。 但是呢。 有一個。 啊。 有一個。 不是卡吧。 自己弄的。 一個。 啊。 戲吧。 她。 就是祝我母親節也壞了。 我就很感動。 因為她5月份寄來。 這個就是。 那個是母親節的時候。 她就。 就把我幫了。 幫她母親了。 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得的。 好。 第三點。 我想分享的就是。 愛是有犧牲的。 是有幻術的。 其實剛才提到的。 啊。 我們犧牲我們自己愛的原則。 去。 以別人愛的方式去愛。 也就是犧牲了自己的一個原則。 這也是有犧牲的。 剛才我們說。 給人家付出行見。 也是犧牲我們自己的行見。 犧牲。 犧牲我們的羞恥。 約翰復命三章十六節。 都很熟悉了。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無生子吃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上帝愛我們。 就是一種犧牲的愛。 祂把自己的肚子吃給我們。 除了我們的罪。 是一個犧牲的愛。 是我們要學習的。 犧牲包括了。 我們不講求公平。 是嗎? 我們很多時候說。 不公平。 這是不公平的。 但是。 耶穌面對審判的時候。 他沒有要求公平。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是否可以把公平。 那個唱。 挑戰一點。 是不是。 還有我們。 也放棄自己的權利。 有時候。 以前有一段日子呢。 我跟我媽媽的相處。 是很難的。 大概是十多年前。 他八十多的時候。 我覺得他開始。 就是。 因為記性不好啊。 就是。 性格也很強。 很。 要掌控的。 所以一件很簡單的事。 就是。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很擠而進的人。 如果你跟他。 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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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罵我。 因為。 他覺得。 打地其實很浪費。 所以呢。 那個時候。 八十多的時候。 我都。 很少跟他打地。 但是他現在九十三。 差不多就九十四了。 這次我回香港。 我接他去回教會。 教會是。 幾個站。 但是。 上學之後。 還要走一段的母親。 母親。 我就。 接了他到樓下。 就告訴他。 欸。 我已經叫了。 那個。 但是。 他就說。 呃。 又叫那個。 這麼近。 我就覺得很盛情。 你竟吃貨。 但是有時候他就說。 呃。 他。 香港。 六十歲以上。 成熟是兩塊錢。 你們知道嗎。 嗯。 啊。 成。 打地。 起碼要幾十塊。 有時候我跟他去我姐姐的家。 要。 一百多兩百。 但是就是。 現在是。 一兩個月才一次啊。 出我。 姐姐的家。 但是他。 很心疼。 他說。 一百塊。 我可以買很多東西啊。 但是他。 銀行裡面其實很多床房啊。 其實。 沒。 沒。 沒地方用了嘛。 但是他一百塊都不捨了。 這只是一個很小的例子。 但是我媽媽就是。 這樣的一個人。 我有一次給他配了一個眼睛。 他是罵了我很久。 其實我已經。 讓他去看了很多。 但是都看不看不好。 我就帶他到樓上。 樓上是可能是比較會吧。 但是已經花了很多時間。 他也帶了他的舊房。 但是又不合適嘛。 就選了一個新款。 但是就可能一天都壞了。 我覺得已經花了幾個月。 你都還沒推好。 我就搞定這件事了。 因為時間。 就是花了太多了。 他背了之後。 回家又罵我。 然後累積我。 差不多要崩潰。 因為錢都是我花的。 但是你又是。 罵我。 有錢不直接浪費了。 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所以有一個時間。 我很怕見他。 我也不能原諒他。 因為我覺得我很願。 很多事情。 我很愛他。 但是他往往都是對我帶來很多傷害。 但是後來我看書。 看一些本來是其他與人相處。 這是夫婦的書吧。 我就突然發現其實我跟媽媽也可以這樣子相處。 我不要再跟他講求公平。 我要放棄我發目的權利。 以後我就讓他。 讓著他。 他說浪費。 我就說。 不是你需要。 是我需要。 我很累。 我怕你。 所以呢。 有時候。 我們要學懂。 愛一個人。 就要不講求公平。 要放棄我們的權利。 所以。 弟兄姐妹。 在你們生命中。 有沒有一些人也。 虧欠了你。 得罪了你。 虎待了你。 你到現在也不能原諒他。 我們可以想一想。 我們有罪。 上帝上才原諒我們。 我們繼續不斷的犯罪。 但是他還是原諒我們。 我們能不能把古代我們的人。 我們也原諒他。 其實原諒也原諒別人。 這是原諒自己。 你的心一下子會覺得很輕鬆的。 是嗎? 第四。 要忍耐。 愛要忍耐。 要不離不棄。 在我們中間。 有很好的例子。 大胖。 嬌嬌。 大姐。 他們對小寶的愛。 就是不離不棄。 這是活生生的例子。 因為父母對孩子的愛。 就是無條件。 我聽過一個故事。 有一個財主。 他發現他庭院外面有一個乞丐。 他就給他一些禮物錢。 後來又見到他。 就叫夫人給他一些吃的。 後來又天氣冷了。 給他一些衣服。 過了一兩個月還見到這個乞丐。 他開始感到戀法。 後來看過眼。 把電話叫警察把他拉走。 所以你看。 一個人的內心是有限的。 你去愛一個人。 你的心力可能是很有限的。 尤其是當那個人。 你說不長進。 不去改善自己的時候。 可能是很心虹的。 但是愛需要長久的。 需要不離不棄的。 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節。 說。 你們若單愛。 那愛你們的人。 有什麼想法。 就是稅力不養也是這樣行嗎? 我們愛可愛的人是很容易的。 我們愛那些不可愛的人。 是不容易的。 是嗎? 所以當我們願意分享上帝的愛的時候。 我們是要一個不離不棄的心態。 一個很忍耐的心態。 去愛別人。 第五。 其實愛是要觀察的。 要主動的。 要有心動的。 我覺得我觀察的人都挺不錯的。 今天高雄姐妹不在。 高雄姐妹崇拜的時候我都看見她。 常常我在背面。 就看見她。 是戒藥子吧。 就是這裡很美。 是嗎? 我就問她。 你是不是見我。 不舒服啊? 她說。 好像有一點問題。 所以呢。 我幾個月之前就給了她一些帖啊。 然後她覺得還不錯。 我上次回香港。 不是上次回香港。 我說我還沒回香港。 叫香港的朋友給她買一盒。 其實呢。 我們在教會。 在朋友圈裡面。 在家庭裡面。 都應該多分享。 我們要看看。 有什麼人需要我們的幫忙。 有時候是一點點小小的幫忙。 比如說現在這個。 技能變化這麼方便。 可能是一個短信。 一個圖片。 一個短片。 你可以令一個人熱起來。 是嗎? 所以我們要觀察。 要主動。 因為我們做基督徒呢。 我最怕就是。 當一個。 啊。 父親姐妹。 她說她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有。 有。 有些。 有些人已經習慣了。 就說。 嘿。 沒事吧。 我給你祈禱。 我替你祈禱。 上帝已經保守你了。 我們這樣說沒錯。 但是。 是不是都太慣性了。 你說。 替人家祈禱。 不要啊。 在家裡。 是不是真的今天這個事情。 我們的信心大是好的。 但是不要把它編成一個忘信。 人家有什麼的時候你就說。 沒事啊。 上帝一定保守你了。 我為你祷告。 我希望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真的充實一件。 你不可能每天為所有人祷告。 但是。 可能。 今天為這個事情。 另一天。 為另外一個事情。 我們把我們要關懷的人。 真的。 尤其是。 重要的。 我們要寫上來。 真的。 切切的。 為那些事。 那些人。 去禱告。 上面說了很多。 就是我們愛要怎樣怎樣。 我們付出的太多了。 又要犧牲。 又要觀察。 又要忍耐。 我們做了這麼多真的很累。 是嗎。 所以最後第六點。 我要說到。 愛人也要愛自己。 這個很重要的。 要知道。 進退。 因為。 尤其是母親。 因為我也有一個。 我家裡有床道人。 有。 我大姐護士。 護士。 我看見。 她真的很少休息。 我不喜歡。 我不這樣講。 我常常講。 你要。 我不會想你要怎麼樣。 我就。 有機會的時候。 也按事一下。 因為她身體也不通常。 她會。 她會。 她貪行啊。 紅氣啊。 多了很多。 但是我姐姐。 很時候覺得。 很固定的。 因為。 她。 她其實也幫助。 她在教會。 但是呢。 我這個大姐夫呢。 她是以教會為家。 所以呢。 我覺得。 愛人。 其實也要愛自己。 其實愛自己是很難的。 比方說。 每個人都知道。 運動是不是對自己好啊。 但是我們。 有多少個人。 堅持每天運動。 吃水果是好的。 我這一天。 可能幾天才吃一個水果。 有很多東西。 我們都知道是好的。 晚睡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不肯晚睡。 好。 有些食物是對自己身體不好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還要吃。 所以。 我們現在。 是不是愛自己呢。 不是。 我們以為愛自己是很容易。 其實不是。 愛人家。 是很難。 愛自己也不容易。 所以。 也回到我上面說了。 心靈的其中一個果子。 那個。 self control。 有節制。 要控制好自己。 我們要健康。 才可以去關心別人。 最後我想。 大家。 如果上面全都不記得了。 都不重要。 我們只要記得。 我們的身體。 是聖靈的電。 我們的身體。 是聖靈的電。 聖靈是住在我們裡面的。 我們。 我們是不是一個適合的地方。 給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所以。 我們愛人。 我們愛自己。 那麼聖靈。 就一定。 願意住在我們裡面。 常常與我們一起。 成為我們的幫助。 最後我以下面的經文。 作為今天分享的總結。 約翰福音十三章十三十五節。 說。 你們若有彼此善愛的心。 眾人引起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願榮耀祝聖展都貴於我們天上的父。 謝謝、福音十三ゲーム號角。 謝謝福音十三位。 非常生動的見證。 上帝活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福音十三位。 可以讓我們看到上帝的壘子。 我有一些很简短的回应 牧师其实不容易,他从这儿讲大道理 生活的应用,生活的见证也有生活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 我想,主耶稣说,祂来是要为我们神明的 今天是基督军王日,我们说主耶稣是要为我们神明的 那请问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去神明的 有很多时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 那我曾经也讲过我自己的一个感受 就是什么叫舍命呢? 如果今天这个夫妻当中,如果突然出了一个紧急的事情 你会不会愿意去骑救他,甚至是为他去扶上你的性命 去救你的另一半 很可能很多人说会,不会出这个事情 但是要你每天对他好,估计你就不太厉害 对不对? 所以这叫一刀还是痛快的 凌晨就不舒服了 我说,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怎么去舍命呢? 有一句话,在深圳里写着,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 一分一两分 你愿意把时间分给别人,你就是在把你的命分给别人 你愿意把你最好的时间分给那些人 你就是把你最高品质的生命再分享给他 如果你只是分享一些,你根本也是零碎没有用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在分享 你也当然在分享生命,但是你在分享垃圾时间,垃圾生命 那不是高品质 所以,一个人真正爱一个人 你就是花高品质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高品质的时间跟他在一起 如果他愿意一起聊天,陪伴,那你就陪伴他 如果他愿意,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爱的助复,你就去祝福他 如果你愿意,如果他需要什么,就是当个方式 这是从对方的需求,以他人的心为一个手法 去表达 所以,要为一个人的生命,你就花高品质的时间 不是去要求他,而是与他同情 就像佛罗斯先生讲的那个故事 尤其做父母,你是要一个孩子 是一个非常,让别人觉得 你是在培养一个让别人觉得好的孩子 还是,让你培养一个和你生命相交在一起 非常幸福其乐的孩子 如果这个,神爱我们每个人,神宝贝我们每个人 我视我们每个人为尊贵,为宝贝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 都有,都有不足的,都有缺憾 都有损失的,都有破损 那我们就不爱他 神还是一个答案 所以当我们面对受伤的,受损的,破碎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依然要相信,神杀也不足 而这一点都帮助我们前行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会让人造成一个巨大的陷阱和谎言 当你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你瞬间觉得自己就不幸福 因为你看到别人晒的全都是幸福的 但我作为牧师,我觉得我就不相信这个谎言 因为我看到泰国社交媒体之后的东西了 因为我看到所有人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和这个人本身是什么样的 我太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真实的人都是有挣扎 没关系,我们与挣扎同行,神与我们同在 不代表我们有挣扎就不幸福 而是说有神在就幸福 其实有句话不是说的很好吗? 家不是一个大号子,而是一起,在一起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么,可能刚才奉扎自己没想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放弃自己的权利 不光是说而去去做 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表现 耶稣基督可以为了我们 他放弃他作为神的权利,变成一个人 他可以不计较人 甚至人们把他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把他吐吐沫背弃他,然后把他处死 然后他再钉在十字架上,他竟然说 吐吐吐吐他们,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这种气度,这种爱 我们是打不到的,我们能不能接近你 就当别人跟你不愉快的时候 说了两句,让你不痛快的话 你能不能就不要那么在乎 啊,没关系 对不对,如果你这么在乎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 就是人们总是用别人的烦,用别人的痛苦来惩罚自己 心里面总是在咒诅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啥也没感受到 但是你心里却很苦 所以神说,即使你是你的敌人也要去祝福他 祝福他,他为什么会成为敌人 他有他的怒气 所以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然后Forents姐妹刚才讲的 他说,最后你要爱自己,其实是 你看耶稣也是这样的保证 对吗,耶稣去服侍人 但是他没有说,我要帮所有人都服侍他 耶稣给别人分鱼和饼吃 但是耶稣没有预备所有的饭餐 连最后的晚餐都是他让出卖他的罗大去卖的 耶稣可以风平浪静 可以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看不见的时候 他渡海,他也没有用他的所谓的法术 瞬间去到拉撒路旁边 对吧,是不是 所以耶稣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衣病甘鬼 但是他更希望我们是能够与神 他本身去联系 而不只是要这些具体的一些好处 然后,这就是说神去做 但是他有截止 神做,神做后他有截止 不是什么都做 所以你需要休息 因为连神都需要休息 耶稣经常是在服侍众人之后 退到一个旷野当中 或者是一个人去祷告 他需要安静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跟上帝相对 需要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利益 所以,我想 我想 这个 佛罗斯前面做的最后的一个引用 我也是完全在 所以说,基督徒的这个群体 他为什么给人看你是基督徒 为什么他还有吸引力 是因为我们能够活出一点点上帝的主爱 是吧 就是,就像大家去吃管子的时候 都会看好评吧 对不对 如果这个好评很多 那么大家去的很多 如果好评很多 如果好评很多 差别很多 那就大家都不去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我们希望能够活出那么点 让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 这个地方有光有味感 那最后 接着 我没有跟佛罗斯前面商量过 我也不知道他还讲的这个内容 他说 这个 要 爱如无中里面有个 要经常关心的人 这个 要有精心的礼物 是吧 今天我就有礼物分给你们 在最后 几乎你们大多数在的人都有 几乎大多数在的人都有 就是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 因为 因为我在过去的 当然 当然 可能你们不一定喜欢这个 就是 请你们原谅 因为 对我来说 我只能从 我擅长的角度去出发 去把这个礼物分享给你们 我准备了 把过去一年的 我们大概拍过的一些照片 我把它冲出来 然后 混给大家 有一些我还没准备好 有一些我已经准备好 所以 我们 常来的 这些节目都有 今天 我们都会 拿到 等我 结束的时候 分给你们 好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 France姐妹的分享 谢谢 来 鼓掌 我 对 半个人 也 是 需要 需要 至初应该有掌声 对 对 也 迷信都要经常问 我们掌声在哪里 我没有把掌声献给上帝 因为是上帝逃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 改变 不容易的 另外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France姐妹经常要出去回香港陪妈妈 大家有空陪陪开几题中 打个愁啊 看着A比什么的也可以